原油價格下跌 通膨逐漸受到控制 國際股市表現非常的正常 但是就只有台股獨自黯然憔悴 又再度破底下跌了363點 台股到底怎麼了 原油下跌跌 原油上漲台股照樣是跌 到底原油是漲好還是跌好呢 台股後續到底該怎麼辦呢 國安基金要進場了嗎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基本面、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今天台股又再度破底下跌了363點 我相信今天早上也在看盤 或今天都有在看盤的投資朋友 心裡一定非常的慌 不知道該怎麼辦 到底該不該停損 一直要等反彈就是不會反彈 你知道嗎 市場就是很奇怪 當你覺得它會反彈 它就是不會反彈 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這個狀況 已經融資維持率非常低了 那很多融資就是有一種 心存僥倖 心認為就是不會碰到 但是你越接近它的停損點的時候呢 大家就開始心如刀割 就開始很像熱鍋上的螞蟻 就急著要開始把手上的股票全部砍光 那你不要說只有散戶會這樣 其實最近來講你會發現 我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投信持股比比較高的股票 你會發現殺得更兇 動不動就是兩三根跌停板這樣 跌下來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其實投信跟散戶一樣嘛 對不對 投信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散戶 而且它殺股票 又比起一般的散戶來講 更無情 更絕情 更沒有感 為什麼 因為它用的不是它的錢 我們呢 我們散戶的朋友呢 都是用自己的錢真金白銀 跟它這樣子搏輸贏的 所以散戶應該不是說 應該說投信啊 根本砍股票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擔心沒有害怕的 但是最近很多投信的基金經理人 都在換人座了 為什麼 因為績效太差 因為他們一直買一直買 現在一直停損一直停損 所以現在有很多新的基金經理人 上來之後啦 因為要跟過去切割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過去的股票 那全部砍光了 所以就造成今天台股的大跌 但是我認為真的需要擔心嗎 我們還是仔細的來 跟大家從國際金融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最近來講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美國升息三馬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通膨嘛 對不對 因為通膨過高 CPI再創歷史新高 但是現在的重點是 通膨會持續的上升嗎 CPI會再創歷史新高嗎 我認為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管你從天然氣 天然氣價格已經下跌了42% 或者你從小麥的價格來看的話 小麥價格已經跌了35%了 最高到最低 跌了35%了對不對 然後再看到我們的一個 布倫特原油的部分 其實布倫特原油的部分 你看昨天 這昨天的價格嘛 昨天也爆量下跌 已經跌破了它正常的一個多頭軌道了 那為什麼這樣 你會跟我講說 是不是烏克蘭戰爭嗎 明明烏克蘭戰爭 應該原油價格會持續的上漲啦 連巴菲特都看好原油價格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啊 你會發現啊 俄羅斯的原油有賣不出去嗎 俄羅斯的原油沒有賣不出去哦 如果你有去看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 全球有兩大人口最多的國家 持續跟俄羅斯買油 是哪兩大 中國印度對不對 也就是說中國跟印度 現在都跟俄羅斯買便宜的石油 那他買了這些石油之後 他就不需要去跟中東買石油了 他不需要去跟中東買石油呢 那中東的原油就可以賣到 歐洲啊 賣到我們亞洲來啊 所以原油整體的供區 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的 對不對 所以就造成這一波原油開始向下跌 原油向下跌的話 通膨不就受到控制了嗎 通膨受到控制之後呢 美國聯準會就不會大幅度的升息 我們可以從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也會看得出來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你看一下 從這邊開始就一路的往下滑 一路的往下滑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啊 市場已經預期啊 美國不會持續大幅度的升息 因為現在什麼 通膨受到控制了 通膨受到控制 經濟又有問題了 因為現在在升息 現在已經升息幾碼 升息六碼了 升息六碼之後你會發現 因為市場經濟越來越差了 消費力道已經大幅減少了 那如果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坦白告訴各位啊 坦白告訴各位 經濟就是會往衰退的方向走 那經濟如果往衰退的方向走的話 你認為年底的選舉 你執政黨還用選不管是 你不要說是台灣的 或者是美國的 我認為通通都不用選了 所以執政黨 現在的再也明改不說 現在的執政黨 會想盡一切的辦法來拯救經濟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升息不要升那麼快嘛 而且這不是只有我這樣說啊 連我們來看一下 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克魯曼都這樣講 他說有沒有有沒有看到 FED政策從緊縮轉成寬鬆的時間點 可能比預期想像來的更早啊 對不對 這不就代表說 連諾貝可能不會緊縮資金 持續的緊縮下去 他會開始放鬆 會釋放資金出來 所以其實全球股市沒有那麼早 其實跟我們的預期是完全一樣的 你看一下美股就知道 你看一下美股 美股的部分你會發現 稻窮指數 稻窮指數有沒有 稻窮指數其實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跌破底 離前波低點有沒有還有一段距離 前波低點是不是在這邊 然後前波低點反彈之後呢 就出現了一個什麼 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被跌破 所以美股是表現正常的 那只有台股呢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台股就是很可憐嘛 你看台股持續一路的往下跌 跌不停啊 一直在跌啊 對不對 破底之後從這邊 來這邊是大家覺得很可怕嘛 對不對 從這邊跌破底之後呢 這邊破底 對不對 破底之後又持續不斷的破底 又再破底 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出現什麼 我們跟大家講 最簡單的止跌訊號是什麼 三天不破底 連三天不破底都沒有辦法做到 你看一下喔 這邊破底一天 第一天又繼續破底 繼續破底 這邊呢盤中一度再創新低 今天再破底到底是怎麼回事 國安基金到底會不會進場 大家都很期待說 國安基金會不會進場 國安基金啊 其實我們今天 剛剛我在錄節目的時候 有看到最新的消息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國安基金的操盤手啊 他說什麼 會持續緊盯股市的表現 講的話完全一樣啊 必要時會召開臨時會啊 那就代表說還不會進場嘛 而且依據我們過去的一個國安基金的經驗啊 其實國安基金 其實他並沒有沒有辦法說 整個把就是行情給扭轉過來 他只能代表是一個信心啊 是信心的問題啊 現在呢台股自己在獨自往下跌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台股跌了2.53% 亞洲股市啊平均跌幅大概只有1%左右 亞股跌幅1%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美股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出現大跌 我們可以看到美股的部分有沒有 美股到窮期貨盤到現在呢還是收漲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國際股市沒有表現的異常 只有台股這樣子跌的話 這就是籌碼面的問題啊 籌碼面的問題沒有人能預期的到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以經濟現在的狀況來講 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就是籌碼面 因為我們發現今天啊 應該是有很多停損性的賣壓出籠 為什麼要停損性的賣壓 因為融資還沒砍乾淨嘛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在不斷向下跌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融資會覺得 我等到跌破1萬4 再來出場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他就真的會跌破1萬4 真的跌到1萬4之後呢 很多人該砍的都砍了 據我內部消息就是了解啊 就是有很多券商 今天已經跳出很多的融資的追剿令了 融資的追剿令出來之後呢 坦白說明天早上或後天早上 就是最後一波砍單潮了 這一波砍完之後呢 應該市場就沒有賣壓了 因為該砍的都砍了 不該砍的也砍了 那比較好的消息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股價是沒有再創新低啦 至少第二天沒有再創新低了嘛 對不對 昨天創下新低 今天沒有再創新低嘛 那之前跌很深的什麼 那個楊長榮的部分 長榮呢也沒有再破底啊 這是最好的消息啊 對不對 也沒有再破底啊 你覺得跌的很可怕 其實啊 如果你還原全值的話 其實沒有持續再往下跌 我們可以看到2603的部分 長榮的部分 來還原全值有持續往下跌嗎 沒有 對 沒有嘛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其實經濟的狀況 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差 很多先跌的就已經先落底 已經震盪開始不跌了 那我們這幾天 一直跟大家講這一張妥說啊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這一波啊 其實主要集中還是在電子 跟半導體類股 我建議大家要避開啊 還有呢 尤其是這些類股當中 是投進外資買超最多的股票 更要小心 你看一下我舉例這一些 不管是你從什麼 過去投信最喜歡的ABF載板三雄啊 不管是南電啊 對不對 南電對不對 也是還持續往下跌嘛對不對 星星啊對不對 星 來星星是不是持續的還收盤收低 還有景碩的部分 來景 景碩 來景碩的部分也是持續往下跌嘛 那剛剛我們圖上也有講一檔叫德維 你看一下德維 今天又跌停 所以你看一下 你過去來講 手上如果持股是這些什麼 投信買很多股票 你發現投信也就是這樣嘛 跟散戶一樣的 跌下來它停損就是一路停損 你看一下 跌停跌停 一路的往下殺不停殺不停 比如說6104的那個 創違的部分也是一樣啊 今天又跌停嘛對不對 也是跟大家提醒過了嘛對不對 你看一下跌停跌停持續的往下跌不停 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好不好 所以呢你看這些類股族群 就是大家要特別小心 但是呢已經跌幅跌這麼深了 坦白說如果你手上是融資的話 可能很多已經砍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還沒有砍的話 可能要最好如果能刀下留人的話 最好是刀下留人 因為我要持續的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全世界沒有一種股票 只會跌不會漲的 連金融海嘯的時候都會反彈了對不對 在最差的情況之下 我之前也用一個面板的例子來跟大家講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一波向下跌 電子類股向下跌是為什麼 是因為半導體類股啊 因為中下游的庫存過高 中下游庫存過高的話 他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把這些庫存給消化 沒有辦法消化的話呢 他就會減緩對上游的什麼拉貨 甚至是砍單 所以呢現在半導體類股就是跌是跌的比較深 但是你要等到他庫存消化完之後呢 其實半導體類股長期還是有需求的 所以呢未來還是會拉貨的 只是暫時需要就是消庫存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一波 上一波來講最先出現這種狀況是什麼 就是面板我記得面板在去年5月份 3月份的時候呢就有傳出來啊 去年就說那個面板的報價向下跌 你看一下去年2021年的5月有沒有 大跌一波之後你看跌到這邊 好我們這樣遮住好了 跌到這邊你還覺得他會反彈嗎 你覺得他死定了 他只有一路的往下跌 但如果你能堅持下去的話 你看一下他是不是就出現一波反彈了 但是呢很多人錯的原因不是說 你在跌下來的時候沒有即時停損 而是錯把反彈當V轉 你如果這個你卡在高點 你這邊反彈到這邊 你會覺得哇應該會 站回原來的高點 你很期待他會站回原來的高點 結果沒想到他持續的往下跌了一段 你這邊可能有些人又失去信心 又砍在最低點之後呢 他又出現了一波什麼 反彈 對不對他就出現一波反彈 可是在這一波反彈你看 KD只不要到相對的高點 又到月線之上 我們這兩條線 一條是月線一條是季線 這時候呢你又覺得他有機會持續向上 所以你遲遲不願意砍 你遲遲不願意砍他就持續的往下跌 跌給你看對不對 跌到這邊 你看是不是又創新低了 創新低你這邊也許你猶豫了一下 你等了一下 你這邊沒砍掉 是不是還有一次到月線的機會 可以讓你不要出在最低點 對不對 你看還碰到月線 還突破月線 還突破季線了呢 對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說在這個時候呢 這裡你出掉 是不是相對來講不會賠太多 你到時候再換其他的強勢股 就好啦 對不對你看一下 可是呢 你在這邊繼續挫拔反彈當V轉 那就是一路往下跌 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跌不停 那跌到這邊呢 你會發現啊 很多時候啊 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以後呢 他就會出現一波更明顯的反彈 你看他後來是不是又繼續反彈一次 又給你一次出場的機會了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又給你出場的機會 那你如果整個線型來看的話 有達不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頭走勢嗎 有沒有反彈的機會 有 絕對有 所以你說台股不會有反彈的機會嗎 我不相信 尤其是你看一下台股 台股的部分現在已經離月線這麼遙遠了 什麼叫做這麼遙遠 你看一下月線在這邊嘛 月線在這邊 現在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離月線很遠 離季線更是遙遠了 離季線已經超過這個 這個復乖離已經過大了 我認為他還是會反彈 他一定會像友達一樣給大家一個 至少反彈到月線上的機會 那個時候 如果說都沒有辦法向上 你那個時候再出掉 才是最好的時機嘛 對我就跟大家講了 你看一下 反彈再出 你可以觀察月線季線 或者你觀察KD指標 又或者是MACD 如果你這些都不太清楚 你可以持續觀察我們的相關媒體頻道 如果我們的相關媒體頻道還沒有加入的呢 我建議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 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Youtube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好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以國安基金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國安基金的部分 歷次2000年之後有7次進場 每一次都是落到最低點才進場 所以我們可以剛剛看到有沒有 他出來講了 今天國安基金說 今天台股確實跌幅比較深 就像我講的 跌幅真的太深了 但是他還要怎樣 做深入的分析 深深深入的分析 庭院深深深深幾許 可能要台股再跌下去 跌到很深很深很深 他才要進場撿便宜 但我覺得再跌下去 坦白說很多人都是股災了 因為說真的 如果今天全球股市都在跌 那我們也跟跌 那沒話可說 但是今天呢 是全球股市都表現的正常 就只有台股在跌 本來就應該進場戶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第一步就是 國安基金開始喊話喊話 過去都這樣 大概喊三天 如果連跌三天他就會進場 那通常來講你會覺得 是還有三天啊 還有三天耶 大家想想看 說真的啊 一次落底總比慢慢折磨好 一次三天跌完之後呢 馬上大幅上漲 不是也不錯嗎 對不對 通常來講國安基金進場的時候 都是很空啦 該出的都出了 融資也被砍完了 大概在兩天啊 因為今天 我就剛剛跟大家講 據我內部消息的顯示啊 就是說今天有很多券商啊 都已經跳出追腳的那個追腳令 融資追腳令了 那融資追腳令很簡單啊 就是你今天如果不補錢的話 兩天後他自動幫你砍單了 所以今天的融資追腳令 應該是在兩天後 就會出現很明顯的砍單 那如果明天再跌的話 我認為啊 這些融資 拿到融資追腳令的人啊 會自己把它砍掉啦 他砍掉的話 籌碼就更乾淨了 那重點是 現在到底是多還是空 坦白說現在台股 恐慌性的賣壓 就是比較偏空一點點 但是真的整個市場 都會空空如也 一直空空空下去嗎 我給送給大家一句話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好的時候啊 你不要看太好 壞的時候啊 你也不要看太壞 什麼意思 比如說 在2020年新冠肺炎的時候 最看壞的是哪一個產業 飛機啊 都停飛了 餐廳啊 都沒有辦法開了 還不慘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今天 到今天 飛機還是沒辦法開 那個時候 疫情期間最夯的是什麼產業 海運嘛 海運是不是非常夯 海運的報價一路向上漲 所以在兩年前的海運 你會發現 以長榮來講啊 是直線的往上飆不停 一直飆 一直飆 飆不停啊 所以你會發現 那時候的海運真的很好做 你坐進去就進場撿錢 坐進去就進場撿錢啊 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好的時候你不要看他太好 你看 好的時候呢他一路好好好 你就進場緊上電話 結果就卡在最高點 就一路向下跌 對那你一路看壞了 你看一下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你一直很看壞的長榮航 到今天為止你看一下 還是穩定的站在相對的高點 沒什麼太大的變化啦 你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台股是一直往下跌的 你比較一下台股 台股從今年以來是一直往下跌的 來 長榮航的部分 頂多你說他是一個在高檔震盪整理 那長榮呢長榮就比較慘一點 持續往下跌 反彈無力向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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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但是你看 長榮呢也給我們一個警訊 什麼警訊 你看如果說長榮你跌到這邊 又破底了 你不覺得 你也覺得根本沒救了 但是你在這邊出場 你沒有辦法多等一個月 你如果願意多等一個月 你覺得你會出在相對來講 這兩根的最低點嗎 你可以出在這邊相對的高點嗎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 好的時候不要看太好 壞的時候不要看太壞 現在是好還是壞 現在當然是壞啊 現在壞透了壞爆了 你好在這時候出場嗎 當然不要 真的不要 好不好 一定會有一個反彈 你看 在這麼壞的階段都有一個反彈 你再跌下去 他還是給你一次反彈的機會出場 再跌下去 再跌下去 難道未來不會會有反彈的機會嗎 還是會有的啦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全世界沒有總股票止跌不漲的 應該說市場好不好 只要市場是止跌回穩就好了嘛 你再看到聯電 聯電也是一樣 疫情期間 晶片荒 一直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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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聯電呢就一路上漲 那振華電呢 因為呢 晶片荒 要不到晶片啦 所以沒辦法出貨 沒辦法出貨 停住了 工業電腦 停住了 要不到貨 沒有辦法交貨嘛 你看一下 在疫情之前 他就一路往下跌 十年合東 十年合七 壞的時候你把它看得很壞 結果他一路漲給你看 到今天是不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那聯電呢就一直往下跌 為什麼 十年合東 十年合七 好的時候你不要看太好 壞的時候你不要看太壞 你看到聯電 聯電的話我們來看到他的營收 其實還是很棒棒的 營收很好 但是為什麼持續往下跌 就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股票反映的是未來 不是現在 你看一下他的營收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營收還在創歷史新高啊 因為大家都看太好了 沒有看到 疫情過後 晶片荒已經慢慢結束了 這就是未來啊 這叫做未來啊 所以你不要看太壞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很多人都看很快 把台股都看得跟垃圾一樣 每一個人都把他當垃圾的話 不就是撿便宜的時候嗎 不就是這個時候嗎 好了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每天早上 還是有給大家很多的訊息啦 融資已經大減了 八大航庫已經進場了 我覺得沒有太悲觀了 那我也不敢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 我也不敢跟大家講說 現在就是落底 但是我覺得離底點也不遠啦 因為其實我們預測沒有錯誤 因為 你看一下我們就跟大家講了 我們預測美股 因為美股沒有恐慌性的賣壓 它就是市場 就是遵循著正常的經濟邏輯走 那現在呢 台股已經超脫出正常的經濟邏輯 你看一下 道瓊指數有沒有超脫正常的經濟邏輯 沒有 它就是震盪 如同我跟大家講的震盪 那自從漲電價發生了以後呢 我覺得是有心人士啊 我覺得政府要去查一下 不要只是查什麼名嘴 名嘴唱空跟凸音座 不是的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人 可能 就是不滿政府漲電價也不一定 好但是以整體的經濟循環來講 其實說真的 降息物價向下漲 是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經濟循環呢 其實就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我相信大家應該能認同 現在呢 經濟正在往下衰退當中 往下衰退會發生什麼事情 通常來講呢 經濟往下衰退呢 就會逼什麼政府緊縮資金 因為通貨膨脹嘛 現在是不是有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逼了政府緊縮資金之後呢 政府就會幹嘛 就會幹嘛 緊縮資金嘛 緊縮資金之後 實體經濟就開始下滑 實體經濟下滑了以後呢 欸政府啊怎麼辦 怕經濟不好 它又要開始放錢 放錢放錢放錢 就是這樣子啦 經濟循環都是這樣的啦 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太懷疑 現在呢經濟循環就正走像什麼 經濟在往下坡走 經濟往下坡走搭配什麼 原物料都開始往下跌 生產力開始向下滑 那經濟慢慢不景氣 經濟不景氣之後呢 欸剛好物價又受到控制 物價受到控制呢 政府就會開始放錢 放錢呢剛開始經濟不會好轉 剛開始經濟不會好轉 會率先漲的是股市 因為股市好轉的時候呢 大家投資都有開始有賺錢 大家投資有賺錢之後呢 就會開始比較敢消費 不要敢消費就會帶動實體經濟向上 這是講的比較理論一點 邏輯一點對不對 好所以呢整體來看啊 原油價格往下跌啊 我覺得國際股市不會表現得太差 我們可以看到 以現在來看啊 現在道琼的期貨指數還是維持在這邊嘛 對不對還是收紅的嘛 現在小漲一點 但是至少沒有破底 他沒有破底震盪震盪之後 還是蠻有機會向上的 那我們的台子期呢 台子期呢目前我們是4點18分 台子期貨的盤後盤也上漲了59點 沒有那麼悲觀 當散戶都砍光的時候呢 後續呢就會有所反應了 我建議大家還是忍耐一下 照著我們跟大家講的邏輯走 好所以呢現在盤面上呢 你會發現 盤面上的部分就是大家不要看太壞 那國安基金也慢慢進漲 如果你覺得你賺錢 你覺得這好煩喔 我告訴大家 連什麼巴菲特都賠錢 那巴菲特有沒有在怕 巴菲特都沒在怕 你應該要怕嗎 贏家跟蘇家 贏家跟蘇家的差別在哪裡 巴菲特完全沒有 你不要跟我講說巴菲特有錢 巴菲特他買了以後 他就是要賺錢的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3月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是5月啦 5月的新聞他說他3月大買了什麼 西方石油還有雪佛龍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西方石油跟雪佛龍3月 3月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3月3月 你看3月是不是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下大家都覺得 巴菲特是買什麼 買低賣高買低賣高 你會發現他也在追高 追高之後你看他的成本就在這附近 3月嘛 3月在這附近你看他後來還加碼 最近還加碼 也就是說你看一下他跌下來之後 你看這一段巴菲特全賠錢了 西方石油也一樣 3月在哪裡 來我們看一下3月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3月對上來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來西方石油他是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 買在這裡這邊跌下來是不是也賠錢了 對不對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太擔心 因為股市長期來看都是偏多的 來這張圖我很久沒用了 但我很喜歡他 這是過去來講道琼100年來的歷史 我之前就是每次悲觀的時候 就拿這張圖來給大家看 但是每次大家都覺得 這次不一樣 這次會暴敵 這次會大空 但是每次都一樣 每次都會長回來 每次都一樣 你看一下現在大家覺得很可怕 五二戰爭 之前也有911 也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美國總統被殺掉 甘乃迪被刺殺 今天大家有沒有辦法想像 拜登如果今天被刺殺 你覺得會怎樣 股市會被崩盤 你看那個時候 最後還是漲回來 所以股市長期來講 還是偏多的 大家真的不要太擔心 好不好 所以一樣 在這個17點 一樣我們要堅持什麼 堅峻基本面 總計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一個選股策略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 前一陣子跟大家講說元宇宙 你看元宇宙的部分 今天也是波動比較大 所以我建議大家元宇宙要抓準 再去做 因為如果你抓不準的話 昨天你買了一位數間跌停板 元宇宙的話 它就是一個題材性的效益 對不對 題材性 你說真的它真的要補給啊 我覺得要不要10年啊 但是短線上來講 大家很看好 那就會有機會 因為股價反映的是未來 有的時候 股價反映的太超脫現實的未來的話 一定會有修正的機會 讓大家進場買進 所以你不需要去追高 尤其是現在行情這麼差 你還要去做追高 好之前跟大家講的POSE系統 其實今天也維持在相對的高點嘛 對不對 你看一下今天呢 以振華店來講 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你說他老是跌很兇 你加劇還原全職 看看還不是在相對的高點 今天台股跌爆 它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還是賺錢 我們還是賺錢的啦 沒在怕的啦 做股票你要成為贏家 就要跟巴菲特一樣啊 我們要賺的是大的 不是賺小的啦 你看一下菲傑 菲傑也沒什麼事情嘛 就代表這個類股族群 沒什麼改變嘛 對不對 好所以再看到觀光旅遊類股的話 連大陸都要鬆綁 你說台灣不會鬆綁 再看到剛剛跟大家講的 長榮航 不是長榮 長榮航 有沒有看到 長榮航的部分 是不是還是維持在幾乎都沒跌 你對照一下老師好做啊 你對照一下台股有沒有 整天破底破底破底 破破破破破破破 有沒有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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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既然長榮航都能相對強勢的話 觀光旅遊類股能弱勢嗎 其實這一波啊 如果不是政府開放的那麼晚的話 其實早就已經飆上去創新高了啦 政府開放的比較晚 剛好又碰到什麼 剛好又碰到台股恐慌性的賣壓 恐慌性的沙盤 九成的股票都在跌 你說有賺錢的不先出嗎 很多投信也會這樣想 你會這樣想 大家都會這樣想啦 所以就是拖雷了 但是如果說呢 只要一個力多題材發酵之下 常常噴上去 你說其他類股不會噴 旅遊 觀光 飯店不會噴嗎 也會噴啊 好不好 就好像我們這一檔什麼 旅遊奇蹟嘛 講很久 講很久雖然說沒有大漲 我覺得就是持續佈局嘛 維持在相對高檔嘛 還在成本上下附近而已 有那麼怕嗎 既然航太應該說 航空公司會好的話 那更別提修飛機零組件的 駐龍基本面非常好 未來營收只要飛機一直飛一直飛 他就會有需求嘛 你說你騎摩托車 你摩托車不用修 你摩托車不用換零件 要吧 只要你有飛就要換 你不飛 偶爾換 但是你會飛就是會比較常換嘛 對不對 那當然你看一下漢翔 如果你對駐龍沒信心 你看一下漢翔有沒有跌 跳空缺口守得穩穩穩啊 對不對 那旁邊呢 什麼類股族群 剛剛跟大家講 鄭華電的有沒有 我們講說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的話 有一個輪飛有沒有 三根漲停板 今天照樣漲停板嘛 對不對 所以工業電腦還是強啊 連雨間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啊 對不對 已經漲停板一根之後呢 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所以這個時間點啊 我建議大家真的不要悲觀 但是如果說你還覺得 你有可以就是想要佈局的話 其實我覺得中興電這一檔 五一三中興電 你看中興電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檔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所以呢 如果現在你手上股票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反彈到底是反彈還是V轉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電話進來 所以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喔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